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 对老家有着很深的感情和记忆 记得八九十年代的农村还十分的破旧 一排旺旭都是青砖灰瓦 门口都堆满了柴火 由于时间久远 很多人家的院墙都歪了 为了能撑九点 会看到这面墙用一根木棍顶着 但是那时候虽然贫困 没有什么好吃的 但是也过得很快了 村里的人很多 农闲时节大家相约着去山上捉野鸡野兔 小孩子最喜欢去野地和山上找野果了 这些免费的野果成了那时唯一的零食 摘下来也不喜随手擦擦就吃了 现在生活好了 但是也没以前热闹了 大家盖好了房子也不住 举家在城市打工 平常的村里十分冷清 现在种地都有机械操作了 很少再出现拉着黄牛耕地的情况 前几年村里最后一头老黄牛也给卖了 当时好多人去围观 主人家虽然不舍 但是也没有办法 一头老黄牛也能卖几千 隔几年前也不算是小钱 在卖牛时 主人家特意把拴牛的绳子取下来 为何没有把绳子送给别人呢 这里面是有讲究的 农村有句俗话叫做卖牛补卖绳 卖房补卖门 在经济不发达的时候 人们种地全靠人和牛 牛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而留下绳子可以当作是对这个家庭成员的纪念 牛也是老百姓重要的私人财产 是家里财富的象征 留下拴牛的绳子也象征着留下财富 而卖房不卖门也要放到特定的背景下 毕竟现在卖房不可能是不卖门 但是以前很多人家卖房后会把门带走 因为门和房子是分开的 以前人盖房子有很多讲究 门代表着人的门面 也关系着家庭的风水和格局 人在家庭困难时把房子卖了 但是把门留下 也算是给自己留了后路和门路 是一种好征兆 故而卖房不卖门 很多人会觉得农村的俗语有产生的时代背景 割到现在不一定会适用 但是有些老化是经过千百年大浪掏杀留下的 我们可以取其精华 当然还能长点见识 有些传统的东西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被人遗忘了 很多俗语大家也不一定记得了 那这句卖牛不卖绳 卖房不卖门 你听过吗 知道为啥这样说吗 欢迎在评论中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